大家好,我是超子 清蒸鱼到底用不用腌制? 蒸鱼用冷水还是热水? 是先浇热油还是先浇酱油? 简单的清蒸鱼要想好吃 还是有很多小技巧的 今天超子给大家分享一道清蒸鲈鱼 看完视频,让您刷新对清蒸鱼的认知 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 首先,蒸鱼 第一步,鱼一定要新鲜 要用现宰杀的活鱼 吃的就是一个鲜 今天我买的这条鲁鱼是让老板娘宰杀处理好的 我们这里鲁鱼25块钱一斤 这条鱼花了45块钱 回家以后把鱼彻底清洗干净 尤其是肚子里面的血线 一定要洗净 洗好以后,接下来我们改刀 很多朋友蒸鱼都是在鱼身上 直接随便划几刀 这样蒸出来的鱼水分会流失 而且也不好看 今天教大家两种清蒸鱼的改刀方法 第一种,在鱼的一侧鱼背上直接划一刀 这种方法简单方便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在鱼肚子里面划两刀 顺着鱼的脊椎骨切开 用刀的后半部分把大丝划断 再用刀的前端把肉划开 改好刀的鱼是成趴着的状态 这样不仅好看,而且容易蒸透 在鱼背上再划几刀 可以减少蒸制的时间 使鱼肉受热均匀 我们蒸制新鲜的鱼 千万不要放盐和料酒腌制 放盐,鱼的水分会流失 蒸出来又老又柴 放料酒,料酒会发不出来 会掩盖鱼的香味 准备少许姜片,葱段 蒸鱼的时候在盘子底部垫两根筷子 这样鱼身可以受热均匀 更快地成熟 底部放少许姜片,葱段 放上改刀的鲈鱼 我家锅太小了,鱼装不下 所以用圆盘子蒸 要想鱼蒸的鲜嫩更香 还有重要的一步 准备一小块猪油 把它稍微烤化 用猪油擦遍鱼的全身 给鱼来个油料 擦猪油蒸制的时候 可以锁住鱼的水分 从而蒸出来鲜嫩不柴 不喜欢吃猪油的同学 也可以用花生油来代替 擦油这一步不能少 鱼身上再放一个姜片 一个葱段 起锅 做水 开大火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再放入鲈鱼 热水蒸鱼也可以防止鱼鱼的水分流失 水蒸汽可以使鱼皮快速凝结 从而达到保持住水分 一斤半到二斤的鱼 开大火蒸七分钟就可以了 我家的锅太小了 鱼的尾巴装不进去 蒸出来可能会断 但是并不影响味道 利用蒸鱼的时间 准备蒸鱼必备五彩丝 准备葱段 香菜 姜 红椒 葱叶子 葱白切成细丝 切好以后泡入水中 香菜梗切成长段 生姜切薄片再切细丝 切好以后一同泡入水中 红椒同样切细丝 葱叶子卷起来再切成细丝 大葱小葱都可以 卷起来再切 这样切的葱丝更漂亮 全部切好以后 在水中浸泡 再捞出就可以使用了 五彩丝可以用于各种清蒸菜和白灼菜 七分钟以后关火 鱼就蒸好了 把蒸好的鱼取出 倒掉里面的汤汁 汤汁不要倒完 可以稍微留一点 取出蒸鱼的筷子 剪出葱姜 我家的锅太小了 不能放鱼盘里面蒸 蒸出来的鱼不是很漂亮 蒸好的鱼再放到鱼盘里面 撒上我们切好的五彩丝 锅中放入一小块猪油 少许花生油 两种油混合在一起 味道会更香 把油烧热 烧至冒烟以后关火 将热油浇在鱼身上面 测一下酱油就出来了 锅中剩余的油倒到油罐里面 放入一勺蒸鱼齿油 蒸鱼齿油一般都很咸 所以我们可以加入少许清水 再放入一点点白糖 一点胡椒粉 烧开以后 把酱油顺着盘边 浇入盘中 很多朋友做清蒸鱼 都是先放酱油再浇油 您按照我这种方法试一下 味道超乎您的想象 按照我的方法做 不好吃 您提了鱼来找我 感谢朋友的支持点赞 大忙在内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